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 简佑欣大使 带来巴黎协定SDGs请动世界大翻转专题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简佑欣大使进场 其实我跟创教的远远很远 最远的时间可能比各位时间还长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那是在四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创教很辛苦 因为在戒严时代创教是非法团体 所以我当立法委员最大的责任之一 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创教协会合法化 那时候朱理事长 林理事长 还有在座很多朋友 我们那时候 我是尽管很小小一分之力 但是我那时候跟当时的政府讲说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团体 它不但不是非法团体 它可以改变民风 把整个社会造得更好一个社会出来 一定要让它合法化 这么多年来 我一看 我一直观察 我们的团体不断地茁壮 不断成长 而且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台湾很多 不但安抚了很多的人心 让大家有所信仰以外 而把人的气质都变化很多 最明显是什么 最明显是我每次参加 我们这个请世界各国的这些表演者 到台湾的时候 我每次进去都觉得 我好像不是在台湾 就是这样 倒不是因为表演者的关系 而是那观众不一样 那观众是非常有修养 非常有了解 而且整个这个要演的戏 它非常清楚 不该鼓掌的时候 没有人鼓掌 当然开鼓掌的时候 鼓掌声音很大 而且最后呢 鼓掌到这个 表演者都舍不得离开 他们觉得 知道世界走遍 有这样好的字音在台湾 我看到的实在是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题目 就是巴黎协定 跟SDGS 我们兴起一个时代 那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意识在哪里呢 就是世界在变 从最近几年变 一直要变 变到什么时候 要变到2050年要变 这没有停 换句话说 在各位的有生之年 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是高度变化的时代 赶得上这个变化的国家就成功了 赶不上变化国家 就可能在历史上就慢慢没落下去 那对每一个人讲也是这么严重 所以呢 今天来讲这个题目 我看到各位 主要是要展开一个非常大的活动 SDGS 对大学 中学 小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各位今天 不是为了你个人而已 真的是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国家 你身负非常重要的责任 你的工作 真的会影响到 这个世界很多 会影响到很多家庭 会影响到很多社会 很多工作人员 所以我是觉得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到30年 是一个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代 它为什么变化快呢 因为在2015年 联合国通过两个非常重要的协定 一个叫巴黎协定 一个叫做SDGS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协定 这两个通过以后 同时在它联合国里面讲 将要翻转我们的世界 那你说有这么严重吗 我先看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 能比我们这里还要少 不多 不过你放大一看那个人 你大家都会很面熟 那有150个国家的元首 或者总理 那为什么150个国家 总理总统放着没事做 跑到那边去开会 因为巴黎协定签的时候 他们认为 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他们要去支持 要去参与 要去见证 这非常重要 巴黎协定是讲气候变迁 那如果讲到气候变迁 很多人都想到气候变迁的实体风险 所谓实体的风险 暴雨 干旱 北极熊死掉了 这些问题是实体的风险 可是真正影响到的不是实体的风险 更厉害的叫做转型的风险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巴黎协定出来了 因为人类自从工业革命以后 日子过得很好 一直在进步 所以我们使用非常多的能源 以前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没有烧煤的 没有烧油的 那都是用什么力量 都是用人力或瘦力 马力或牛力在耕田 可发现煤以后 发现很棒 这个煤可以烧 烧可以蒸气 蒸气可以推火 之后可以推轮船 后来又有油 还有个飞机出来 可是我们忘记了 这个所有的这些化石 尿煤 天然气 油的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二氧化碳 多起来就包在地球 就包起来 二氧化碳有个特性在哪里 它叫温室气体 就是这个二氧化碳 包在我们地球表面多的时候 就有点像我们做个 这个软房一样 二氧化碳一多就包起来 包起来越来越多的话 本来地球在绕的时候 太阳光照到我们 我们是因为有太阳光才能活 如果没有太阳光 我们就跟这个火星 什么晚上非常冷 没有办法生存 可是呢 这个太阳光如果照太多在地球 又会把我们热坏了 所以光线照到地球的时候 它会反射回去 反射回去那就很好 我们刚好吸收很高 温度刚好 如果不能够反射 怎么办 就会留在地球上 留在地球上 地球温度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我们现在比工业革命的时候 我们温度高了 一度多一点点 越来越高 高了以后 整个世界都开始变了 本来很冷的地方就开始热了 那热的地方更热了 然后气候就开始变化了 那我们这个人 要怎么解决问题呢 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年 大家联合过开会结果 我们得到共同的结论 科学家的结论说 我们一定要把化石燃料停止使用 就是我们不能再用煤 我们不能再用天然气 我们不能再用石油 统统不能用 那不能用怎么办 你就要转型了 换栽生物源换其他东西 可是这个转型问题非常多 不是那么容易转型 不是说你今天转就转 等一下我会说明 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转不成就出乱子 我们希望地球温度 不要超过两度 不要超过两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了 那联合国算算算 如果你不超过两度的话 你就要开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你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话 你就要少烧煤 少烧油等等 那再算了 如果两度的话 你现在少还不够 因为地球上已经这么多二氧化碳 所以你必须在2050年以前 停止所有烧煤 烧石油 烧这个天然气 这叫碳中和 就是减碳 要把它从现在的减碳 减到零为止 那你说我根本没有放什么二氧化碳 我呼吸呼不了多少 台湾人 是全世界排占最多国家之一 为什么 我们要这样算 你进口多少煤 你进口天然气 你进口多少石油 在台湾用 生产 生产完了以后 它就排作二氧化碳 我这样算一算 在座各位 每一个人 平均大于 一年的排放二氧化碳 是11.5公吨 我记得不是功课 是功课 很多 你要把那个11.5公吨 变成零 这是大肆意见 非常困难 所以碳中和是很难做的事情 好了 联合国通过之后 现在问题就来了 联合国是2050年要碳中和 那你说做不到 我怎么做得到了 那我告诉各位 全世界第三大排放国 欧盟 欧盟在2019年 12月正式宣布 欧盟 2050年碳中和 去年 中国宣布 在联合国宣布 9月份宣布说 中国2060年碳中和 一个月之后 日本人宣布 日本首相菅义 第一次到国会 他就宣布 他说 日本2050年碳中和 两天之后 韩国跳进去 说我碳中和 这些所有大国都是碳中和 那联合国现在希望怎么样呢 现在全世界正式宣布 有些是立的法 有些还没立法 还有程序要走的 已经有60%的国家 现在联合国希望 到今年12月底的时候 今年开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刚要公共业会议 希望达到90% 可以达到碳中和 结果每个国家都碳中和 你说 我们台湾也不是联合会 我们不做也没什么关系 碳中和的国家都小了 他花很多钱到碳中和 你不做是吗 你不做可以了 他们会加一条条款 凡是不做碳中和的国家 没有减碳的国家 我在做碳中和 你没有做的话 我就要扣碳关税 碳关税凑的结果 你做不做是一样 你不做你付的钱更多 你根本你所有的东西 没有竞争力了就不行了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国家有定 这个减碳的目标 我们在2015年定了什么 我们2015年 我们定说台湾 在2050年的时候 要减碳50% 刚才讲说是 碳中和是百分之百 减百分之五十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讲百分之五十是什么意思 我讲很简单的意思 你就可以了解 我们今天在这儿很舒服 因为这里有空调 有灯光 有什么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能源怎么来 很多人搞不清楚 台湾的能源 百分之九十八左右 都是进口的 进口什么 都是煤 石油 天然气等等进口 还有些核能原料 进口 那实际上 我们都在烧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都发的电 百分之八十的电 是烧化石燃料来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 核能的电 加部分的这个 太阳能风能的 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这样的话 我有百分之八十 那如果我今天说好了 我今天说我不可以再用 这个烧这些东西 怎么办 就第一件事情 如果刚才讲 如果二零五年 我们说真的 我们是做百分之五十的话 就说一天有十二小时 或者一年有六个月 你在那个十二小时 或六个月之内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用电 你不可以用水 水要用水塔 你不可以用手机 你不可以用电脑 你不可以用软气 你不可以用冷气 你不可以坐高铁 你不可以坐地铁 通通不行 这叫减百分之五十 十二小时 一年就六个月 哇 你说 那哪里 哇 所以这个一张图告诉你 二零五零年的时候 你在路上 看不到一辆汽油车 你看不到一辆这个柴油车 你看不到一个烧煤火力发电厂 你所有的房屋都不一样的房子 你工业也都变掉 工业通通要用绿电 这个叫做百分之百减碳 你看这个是不太容易做了 不是工业而已 你的生活也要变了 你生活如果不变的话 你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还是做不到 下一个 转型的风险就在这里 第一个最大的危机转的是 法律的危机 从过去这几年开始 年年在改法律 一下又改能源法 一下又改再生能源法 一下又改温室气体减料法 每一年都在改 我这个图形是世界各国的改 还不只有台湾改 每天在改 做企业的人心里就要素 你要改 你不改 你没有办法过活 你不能生存 所以第一个大风险就是说 法律是不断地变 所以各位五年三年以后 你看到的台湾的法律 跟今天又变很多 为了什么 为了碳中和 下一个 这个今年开始 Costa Riga 就是中美洲国家 已经禁止 卖新的汽车 卖新的柴油车 不可以卖了 挪威已经宣布了 2025年 挪威不准卖汽车 不准卖新的柴油车 都不可以卖了 2030年 英国禁止卖汽车 英国禁止卖柴油车 然后再过来 日本2035年 不准卖柴油车 不准卖新的汽车 都不可以卖 连油电车都不可以卖 你就开始觉得 这问题不太简单了 车子不能卖了 不能卖 整个产业就没有了 就业机会就没有了 经济创能就没有 再下一张 但是全世界 现在已经很清楚讲 清楚就说 整个火力发电厂 要把它关掉 这是一张图形 2025年 五年不到的时间 英国 法国 葡萄牙 奥地利 一共有三十几个国家 要把它国家 所有火力发电厂全部关掉 因为这个产生二氧化碳太多 不要说是产生空气污染了 就二氧化碳太多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今年的联合国在推 希望OECD国家 所谓OECD国家 就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先进国家 在2030年以前 不到十年之间 要把所有的火力发电厂 全部都关掉 这个转型是非常快 转不好 你就出乱子 下一张就看了 因为现在所有世界 大的公司 品牌公司 非常重视它公司的形象以外 也非常关心地球软化的问题 所以它就正式宣布了 像苹果了 2030年开始以后 苹果不再接受任何供应链 不是用绿电 换句话说 苹果的供应链 全部要用绿电 这个问题很严重 对台湾讲是不得了事情 因为我们是 全世界最大的苹果供应链之一 Microsoft Microsoft更厉害了 它宣布2030年 它不但不排放 它要把别人的碳台 把它剪下来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沃尔玛这百货公司 各位想 全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 它一年大概有六七千亿 美金的购买的力量 它宣布 2040年 沃尔玛的全部公司碳中和 然后2030年以前 它减碳减多了 减到十亿公顿 换句话说 你如果要卖东西给沃尔玛的话 如果你没有减碳 抱歉 你不在我的供应链之内 台湾是以外销为主的国家 我们70%产品是会外销 人家都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我根本就不卖你的东西 我这问题来了 你放那么多二氧化碳 我们要政府跟所有世界 要去解决这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都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开始放碳 排二氧化碳 我就要收碳价 这个叫价钱 我要给你收的 那碳价是多少呢 碳价现在讲起来 在欧洲到五六十块 最多到一百块左右 美金不是台币 那我们一年放多少二氧化碳呢 台湾一年大概是 两亿六千多万公顿的 二氧化碳 一年 那你给它乘上 差不多五十或一百块 你知道 我这个碳的价钱 要付多少钱出去 你到底赚多少钱 你要付这些 只要付出去 所以碳价变成很大的问题 这个马上 很多国家就开始实施了 亚洲国家比较慢 我们还没开始 你到日本 日本大概四块 新加坡大概三块 韩国也不贵 那为什么亚洲碳比较便宜呢 因为亚洲还在做这个 开始在做试验 还没有完全像欧洲那么完整 等到它整个制度完成以后 就开始把碳价就抬高了 就不是那个价钱了 所以你又买东西的时候 价钱是不相同 因为你这个价钱 已经不是说 有碳跟没碳 问题就差得非常多了 那我们下一张 像全世界的股票市场 这些资金的来源 变成全球化之后 都是由外资在主导这些 像台湾很明显是这样 那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主权基金 叫挪威的主权基金 它多大呢 它超过一兆美金 它在2014年宣布 我挪威主权基金 不再买任何的石化工厂 或石化这些产业 他都不买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产生很多问题 下一个 那现在呢 我们又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个名字叫Z世代 XYZ Z世代人 就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 今天各位 开始要开进大学 去谈SDGS问题的时候 你碰到的人都是Z世代的人 都是1995年出生的 因为刚好这个读大学 现在个年轻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差别 跟在座各位有什么差别 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们的观念哪里呢 你爸爸来的 你妈妈来的 他教你 你的老师来的 所以你这个观念都是这样来的 Z世代的人 是正式生在全网络时代的人 网络时代的人 跟我们真的想法真的差别 差很多 所以他的知识的来源 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各地方都有 所以他的想法 跟我们是不太相同 他很关心地球 因为每天网络上这种消息非常多 他知道事情很广 所以呢 这个很有名的 这张 这个照片这一张 是美国最有名的杂志 时代杂志 封面人物 一个高中女生 他在读书的时候 就读了半天 他觉得很无聊 他说你们这些大人教 我们都没有用 你们告诉我要这个地球 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不做 教这些 等到我毕业以后 这个地球就完了 叫我去解决 这不太公平 好了 我不想念 他真的不念 出发solo就跑到 瑞典的国会去 坐在那边示威 举牌子 他说你们要有行动 你们不行动不行 因为这网络时代 人跟我们不一样 要善用网络了 他就开始 这个拉群结党就开始 这一拉得很厉害 在欧洲 很多国家就开始 礼拜五不上课 到哪里去 到国会去示威游行 上百万人 跟他拉得跑 所以 所谓时代杂志 就把它捧出来说 这个真的改变时代人 所以改变时代人 跟年纪里面有关系 这个历史代人 是非常的 反应非常快 所以现在我们 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知道说 第一件事情 生产要改变 方式要改变了 生活的方式要改变了 你不要一个人 坐个汽车到处跑 一个人开车上班去 那这个很浪费 如果我们的这个世界 能够改变 最重要的事情 是第一个要改变 是这个要改变 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 我们的想法 冲到变 如果你这个不改变的话 你是过去的想法的话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变 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以后我们要共识 有共识 以后第二件事情 你要有行动 你要行动 有行为的改变 你就不要浪费 就不要再浪费 你能节省就再节省 所以就说 这个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不一样 最后 我们要真正 要去有这个整个的 新的发展 做永续的发展 好 下一张 好 再来就讲到 这个十七项目标 那十七项目标里面 如果我们把它分出来 就是五项 五项它都是用P来代表 P第一个是people 我们是讲社会的问题 第二个讲prosperity 是讲经济的问题 第三个是讲peace 讲和平的问题 下一个是讲partnership 合作的问题 然后另外讲planet 是讲我们地球的问题 换句话说 经济 社会 环保 这三个大问题 经济 社会 加上说我们要合作 这么大变化 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 要大家一起来做 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成 要大家一起来合作 最重要 我们保持非常好的一个 和平状态才会发展 下一张 好 那这说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 我讲了半天了 讲那么多的气候变迁 因为气候变迁 跟这个时期 像是息息相关 你任何的温度上升变化 都会产生问题 各位晓得 最近欧洲为什么这么乱 其中之一就很多难民 这个难民哪里来了 你退退退退 就是因为气候变迁引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七八年的时候 叙利亚这个国家 因为气候变迁 变成非常的干燥 该下雨地方不下雨 所以变成什么东西 上百万 好几百万的农村的人 只好移开 没有办法生存 从他们移开 移到叙利亚的都市里面去 那个都市突然跑几百万人 没有办法维持 然后这些人就把都市搞乱掉了 都市搞乱掉不行 他就开始往土耳其跑 土耳其跑 土耳其也受不了 他就开始 土耳其把他送到欧洲去了 那么欧洲 从这个西大 从瑞典过去 那很多的欧洲国家 开始的时候还很大方 都觉得说 这人大问题 要接受这些难民 可是啊 你突然接受这么多难民 语言不同 教育不同 文化不同 生活不同 就产生非常多的困难 所以这个整个世界乱掉了 所以讲讲是 气候边界问题 最后产生什么问题 是人道问题 教育问题 社会问题 治安问题 通通都是问题 所以这个通通是相连的 所以说 我们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十七项 每一项都是相连的 这十七项 包括什么呢 让我讲一句话 叫做无所不包 连这个拜登总统 他们上台都讲 他说我要 百分之百 碳中和以外 他还讲一句话 他上台的 第二个礼拜 出一个报告 一个行政命令 他说 气候变迁 是我们国家的安全 跟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 你就会想 这个问题很复杂 这不是那么单纯 但是这是无所不包 每一项都有 那我最后就很简单说一下 台湾最近几年的 这永续发展的工作 其实做得不错 那各位看到 我们这个右上角的一张图 我们是每年都办 我们办了十四年 十四年活动 那一张是 我们办全球的永续 企业永续发展 那现在企业界做得很不错 那学术界也在做 我们跟三十二个大学 是签了约 那大学现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这我最后讲 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友达公司 友达公司在我们桃园 消理西上游的地方 那么这个是做面板 做面板工资很大 在营业额超过三千亿台币 所以这公司经过 这几年发展以后 这公司现在只有进水没有出水 因为它所有的水 通通全部在循环 八次九至十次在循环 在循环过程当中 很多水是蒸发掉 蒸发掉就没有了 它就补这些蒸发水 那最后有一些非常浓的这些 没有办法处理的 它最后是用蒸汽 或者染绕方式 把这个水煮掉 把这个水再去掉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排水 这是一个方式 我刚才讲 要有创新 所以工业上创新很多 下一张 那这个是台泥 他们已经政治宣布 2050年台泥碳中和 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看 他们花莲厂就发现 它这个厂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还有很有名的 一个打卡的地点 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 这叫打卡 那这个是最后一个讲 就是说 那时候我在环保署长的时候 我开始做的时候 台湾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到处都是垃圾 因为那时候没有一座坟化楼 也没有一座卫生颜埋场 那个到处都是宝特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宝特瓶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呢 收回来你不能烧掉不行 我们就收回来以后 把这个宝特瓶抽丝抽出来 宝特瓶湿是很棒 就做衣服 然后台湾大家都喝咖啡 台湾是全世界咖啡很热门的地方 咖啡渣可以把我们这个线 就是宝特瓶线变得很柔软 所以台湾就这样 三杯咖啡渣 五个宝大宝特瓶 可以做一件一级棒的运动山 怎么一级棒法呢 全世界在踢足球 世界杯足球上 有一半国家的选手 是用台湾的 这个咖啡渣跟宝特瓶做的衣服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踢进去 但是我们衣服进去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去想各种去想 这是工业用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工业做很多 其实生活方面大家也进步很多 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那大家去跟大学去谈的问题 他们开始有概念 因为所有大学生 我昨天在跟大学生讲 跟他们讲说 你们大学生现在的毕业 我告诉你 叫做黄金十年 因为这个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变 联合国秘书长讲说 从2020年到2030年 全世界叫行动的十年 因为15年只剩下十年 所以大家要一起做 怎么做法 第一个就是靠脑筋 我们怎么做 然后大家有共识 然后创新发明 为明天会更好 我们来一起大家努力 谢谢各位 谢谢敬兹 谢谢EO 谢谢